这就是腹肌 腹肌调节 这条街呢 非常有意思 前面就是白铁市场了 这条街的一部分呢 我是拍过的 那位粉丝呢 就是 他说他小时候就生活在腹肌调节和 和刚刚的黎大黎大航街 然后一直在这边生活 这一代生活 就非常非常想念这边 因为越南南北战争的时候啊 有很多人就是离开了越南 然后一直到现在有的人还没有回来过 那越是离家越久越想家 这种思念 这种情感上的思念 我是非常理解的 所以他给我提出这种要求 就是让我再拍一拍这两条街 所以我是直接就答应了 现在是杰哥带着我 越南高雷相机会 这房子看起来很有年头了 这是新开街 这条街是新开街 也是杰哥生活的一条街 这里是阮之清街 这边是阮之清 是阮之清 era阮之清 是阮之清 这边是阮断的应该是阮之清 是阮之清 来修之清 是阮之清 安静 太阮之清 现在是阮痹觉的 太阮 了 过了软质清街呢 再往前面一点 腹肌调节就 腹肌调节就到头了 这种房子很特别啊 非常古老的 非常特别 新盛是吧 新城 成功的城对吧 刚刚新城街 最后这条街就是 范有志是吧 范有志 这是杰哥没有告诉我 我自己认出来的 这个街名了 好厉害 好了 感谢您欣赏本期的视频 祝您生活一晚 拜拜